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美国的底线 过去几年 美国时不时就会传出大陆对台动武的时间表 尤其以军方将领或者退役将领预估的时间表最多 美国智库中国问题专家认为 一方面是美国特朗普政府以来的对华政策方向发生了变化 另一方面是因为疫情导致双方从政府到智库的面对面沟通中断误判增加 乌克兰战争持续近两年 中东冲突也在长期化 美国充分认识到现代战争无论对谁都是一个长期负担 美国不会愿意因为台湾问题卷入一场新的冲突 美方是无论如何都不追求同中方发起一场战争或说产生一场冲突的 这个也是为什么从年初以来美方就一直在对中方强调一定要恢复两军的对话 以及两军最高领导人的这样一个沟通 这个在美方看起来是防止冲突的一个底线 他说和平统一仍然是当前的最佳选项 中美有意愿在防止战争管控冲突的条件下处理台湾问题 中方在与美国的对话当中始终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当中最敏感最重要的问题 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利益 学政认为美方是清楚地知道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敏感性的 美中有共同管控台湾问题的先例 美国的政策当中也有与中方共同管控台湾问题的空间 美方不会一意孤行地不顾中方立场去处理台湾问题 富华卫视 霍文伟 刘健 北京报道 据中国外交部官网6号消息 中国副外长孙伟东于本月4号至6号对缅甸进行了为期三天的访问 中方表示孙伟东在缅甸期间拜会了缅甸领导人敏昂来 并同缅甸副外长轮屋举行磋商 就中缅关系和缅北局势等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一致同意共同维护中缅边境和平稳定 合作打击电信诈骗等跨境犯罪活动 中方还重申将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 为缅北和平进程提供支持 我们再来关注日本能登半岛强镇 中国驻民谷屋总领事馆收到超过50起领事保护求助联络 那么迄今为止总领事馆已经帮助50名中国公民脱困 仍有3名中国公民失联 日本能登半岛地震受灾状况超过预期 截至周六已有超过100人遇难 还有多人失踪 当地道路塌陷 交通困难 仍有数百人孤立无援 中国驻民谷屋总领事馆表示 正后已立即启动应急机制 收到22起领保求助电话 有包括11名香港公民在内 52名中国公民求助 我公民受灾受困以及失联的情况 一共22起 这涉及到52个中国公民 其中就包括11名香港同胞 已经成功地帮助50位公民 成功地脱困 香港同胞11人已经也是脱困了 到了安全地带 在地震之后 石川县当地侨团立即展开了 对中国侨民的营救活动 中国著名古屋总领馆透露 截至1月6日周六 已成功帮助50名公民脱困 包括香港11人 也已抵达安全地点 但仍有3名中国公民处于失联状态 香港新一份财政预算案 将于2月28号发表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在出席咨询活动时表示 预计香港今年经济将面对 相对较好的外围环境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出席电台节目 收集香港市民对新一份 财政预算案的意见 陈茂波表示 香港2023年经济在疫后开始恢复 但速度比预期慢 认为2024年会好转 内地经过去年的一个调整 今年的经济 我们估计内地是比较稳步向好 而在欧美来说 这个适合环境都会纯定 也有市民担心香港财政连年赤字 陈茂波表示 当局要按部就班处理财政赤字问题 兼顾民生和投资未来 预计财政收支平衡 要推迟到最快2027、28年度才能实现 我们的策略就是通过几年时间 一个财政整合的策略 将会回复平衡 这个要三几年时间 也有市民关心 过去几年都有派发的消费券 今年还有没有 那个消费券或者是感免了 就是不派或者是怎么样 那就是留什么港消费 留不到港消费 赞同的有反对的有 那我们都要小心衡量 凤凰卫视显至香港报道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6号发布 潮军当天下午4时至5时 在盐平岛西北方向发射60多枚海岸炮 炮弹落入西部海域的北方界线 潮方一侧 这是朝鲜连续两日在寒潮海上缓冲地区发射炮弹 那么在前一天 潮军向白陵岛以及盐平岛一带海域发射约200枚炮弹 潮方指演习是人民军对韩国军方行动的自然反制 若韩军以此为借口发起挑衅 潮军将予以强硬的应对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华文大直播 我是田同 再会